男孩全身赤裸跪在大街边 旁边的女子疑似抱着她的衣物 一边数落她 原来竟是孩子的妈 当时是晚上七八点 天气其实蛮冷的 不少路人见状都过来劝阻 他一开始是在那边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没穿衣服的 没穿衣服就在那边 那后来怎么到这边来了呢 后来我们都说嘛 说他嘛 他就把他 我们就把他要他穿上衣服嘛 另一头监视器的画面 拍到小孩穿上衣服后 人跪在地上 母亲显然气还没消 继续指着小孩痛骂 直到有人抱了紧 才强行将小孩抱了起来 在学校里面嘛 学校里面把人家推下来 把人家的手推销了 还是推断了 他人家要赔钱嘛 那就没什么这么多钱嘛 这样子嘛 小孩做错事要交 但拖光光跪在大街上 实在有欠妥当 中国是虎妈教育 再度引发争议 记者综合报道 您 请不吝点赞 转发